我們跟父母的緣分淺 其實是有性格原因的 所以我們有十六跟二六的人 因為他本身性格是比較喜歡 自由 愛好自由 不喜歡被管 像這些筆劃的人 他本身喜歡就是 從小就喜歡旅遊 像你有二十六也是 你就喜歡在外面交友 喜歡在外面工作 喜歡在外面呈現自己 或者是從小會有一個夢想 想要在外面 有的人是想要環遊世界 或者想要到海外去工作 或者是在外國 有碰到異鄉圓什麼的 有這筆劃的人 有這數字的人就是會 因為他天生就喜歡在往外發展 那喜歡往外發展的 其實不喜歡被父母管 吳美玲老師 什麼性名筆劃的人跟父母緣淺 好 我們來看哪一些 這些數字跟父母天生會緣淺 但是緣淺的不代表相克 很多人都會說 你去克父母 你克祖母 天地之間沒有一個人 可以克掉任何人 這都是因果 所以我們來看 當你的地格跟總格 有這些數字 地格也就是我們的 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 如果單名的話 就是第二個字加第三... 加一 這個數字它會影響我們 這個就是當你的地格或總格 有七跨十六 還有十七 二六 二七 有這些數字的人 就跟父母的緣分 其實會稍微淺一點 其實我們跟父母的緣分淺 其實是有性格原因的 所以我們有十六跟二六的人 因為他本身性格是比較喜歡 自由 愛好自由 不喜歡被管 像這些筆劃的人 他本身喜歡就是 從小就喜歡旅遊 像你有二十六也是 你就喜歡在外面交友 喜歡在外面工作 喜歡在外面呈現自己 或者是從小會有一個夢想 想要在外面 有的人是想要環遊世界 或者想要到海外去工作 或者是在外國有碰到 異鄉園什麼的 有這筆劃的人 有這數字的人就是會 因為他天生就喜歡在 往外發展 那喜歡往外發展的 其實不喜歡被父母管 尤其到國高中的時候 小孩子正在長大的時候 想要往外出的時候 但是父母 因為這個不見得說 這些數字的人 一定都是父母源前 那還要看他的原生家庭 有的原生家庭教育得好的話 有給小孩子資源支持的話 倒還好 但是如果他跟父母的思維 是不一樣的話 他就容易往外發展 所以如果當你有這些數字的人 父母就是可以關懷 關懷你的孩子 他想要什麼 你只要他想要的東西 不是太離譜 你支持他其實就不會了 但是如果說他想要的東西 又剛好跟你父母想要的 是不一樣的話 他就會往外發展 那另外有七話 十七話 二十七話的人 這種跟父母的源情 又是另外一種 有的人是從小在家裡 他不喜歡讓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父母 有一種特質 對孩子都過於過度的關懷 所以他希望說 他活在自己的空間裡面 我回到家裡 我想要做什麼 父母你不要關懷我太多 你只要給我私人的空間 那我們就不會造成原浅 但是如果說 你每一天都要探討我的手機 我跟誰交友 或者是我今天有沒有吃飯 有沒有冷 有沒有什麼的 他想要過度的關懷的話 這孩子就會躲在 他自己的空間裡面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一個想要過度自由 一個想要保護自己 不要給父母過度的這個關懷 那這樣就會造成原浅 但是這就是溝通的問題 只要能夠跟你的孩子 如果有這些比框 能夠溝通協調 他自然就會好 就不會造成這個 原浅的這種原因 來 爺爺 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也是一段曲折的故事 對啊 就是我自己知道的時候 也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講 你是在花蓮出生長大嗎 對 我在花蓮出生的 因為爸爸是花蓮人 對 那我其實小時候 我得知啦 就是得知的故事 是我其實出生第三天 就被我的養父母領養走了 對 是喔 對 我是被領養的 OK 然後呢 然後是因為我現在的媽媽 她耳朵不太好 就是養母 對 她耳朵沒有太好 所以她其實 我從小到大就是都知道 就是我有 因為媽媽需要帶助聽器 所以我有一些 符合政府的一些見面資格 所以我對去護政事務所 拿護籍騰本這件事情 就是家裡的資料 我其實是從小拿到大的 對 那可能 我沒有發現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就是媽媽她 去護政事務所的時候 沒想到護政事務所 有這麼人性的那個 就是協助 媽媽可能跟她講說 我可能暫時 不能讓我女兒知道 她是養女 所以可不可以幫我改成 就是都改成父跟母 那女的話就改次女 然後但是小時候 看到護籍騰本 就是我都看到的 都是父母跟次女 然後我想說 可是家裡只有我一個 怎麼會是次女 對 那長女咧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 我是長女耶 為什麼上面寫次女 然後她就說 因為台灣重男 比較重男輕女 所以女生從次女開始寫 然後小時候不宜有她嘛 就相信了 然後一直到我大學的時候 可能她很急 我就跟她講說 我來不及辦了 你趕快就是幫我寄 到學校的郵局 然後我就一拿到 一拆開的時候發現 怎麼跟我小時候看的 那份長不一樣 上面就寫養父養母養女 然後我想 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想說 是這樣子嗎 是上面字面上的意思嗎 然後後來我就是 當然有跟表姐妹講 就是旁敲側擊 那爸爸媽媽就知道 好 好像演員知道了 所以有一次我回家的時候 他們就有 嘗試著把以前家裡的資料 拿出來給我 然後就跟我講說 他們其實 本來我是要被拿掉的 但因為親戚有認識的關係 然後就說 我現在的爸爸媽媽 他們因為沒有辦法 就是正常的懷孕 那要不然就是 因為以前的人 媽媽說以前的人都說 我噴一下 來比較嬰兒 就在 嬰兒 對 嬰兒 對 那其實我從小到大 大家都會問我說 你是不是原住民 你有原住民的血統嗎 然後我都說不是 我都沒想到我是 你養父母不是原住民 對 可是你長的輪迴又很深 所以你是原住民嗎 輪迴很深 我就是從小被問到大 對 就你不是 結果他發現 確實我就是 對 我就是 那你有回部落 找親生父母嗎 有 就是爸爸媽媽 他們後來 他們也很快 他們覺得也 你知道了 那我們就不瞞你 所以他們很快的隔天 就帶著我回部落 就是真的舟車 然後就去照著 那個地址去找 那後來有找到叔叔跟奶奶 親生的叔叔跟奶奶 那時候他們只是 是我爸爸媽媽下車去問的 所以我其實是坐在車上 那之後遠遠的看到 叔叔跟奶奶 就是微微的 稍微從窗戶看了一下 然後他們就 我有稍微小小聲的 聽到他們說 有一點像 對 然後 但是他們就留下了 我親生父母的聯絡方式 那要不要聯絡 就是看我們自己決定 他們並沒有住在部落裡 對 就說他們其實已經 我親生父母 他們其實已經離婚了 也離婚了 對 他們其實也 蠻支離破碎的 對 那我親生媽媽又在家了 所以其實那時候 因為聽到這個 所以回到家的時候 我爸爸覺得 他就比較用 另外一個方式問我 他就說 你如果現在貿然 很突然地回去認親的話 那 我擔心可能會有一些 家庭問題 那你其實你從旁邊聽 你大概可以聽得出來 其實爸爸的意思就是 他有點害怕 你會不會真的知道 那是你的親生爸媽之後 然後跟我們有點離心 然後 對 你就會覺得他們有一點 養父對你會有捨不得 對 你覺得他 他有一種就是 就是怎麼辦 就是女兒會不會不見的 那種感覺 因為他一直都覺得 他是唯一的爸爸 那現在突然間 如果有第二個爸爸 他就是 你就會覺得 那他可能會在意 那因為我有聽出來 所以索性我就 照著他們的那個語氣 我就說好 那就算了 就沒有關係 對 但是直到後來 隔了兩年之後 就是我們有接到電話 就是我的親生母親離世了 對 就生病就是走了 那其實那時候知道的時候 他們有問說 那你有想要回去看一看嗎 我想說我去治個疫好了 那所以在去跟他們 多方聯絡之下 就是我還是有親自過去 那那時候走進靈堂的時候 其實滿震撼我的 因為那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下去嘛 所以爸爸媽媽在車上等 還好他們沒有看到 可是我保持很理智這樣 就是看了照片 我才就是突然驚覺 原來你跟一個 跟你血脈相連的一個人 長得很像是這個感覺 就是因為我從小 沒有被人家講說 你跟媽媽長得好像 就是我沒有聽過這種話 所以那時候 看到照片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 原來是 很像 對 就是 那是同一個血脈 才有可能遺傳下來的輪廓 對 所以那時候覺得 就是一個心裡有個遺憾 那回到家的時候 其實我有很長一段時間 是不感照鏡子的 因為會一直想到那張照片 對 然後 但是我也還是沒有講 我就是很正常 但是後來想一想 會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有點在心中 落下一個遺憾 可能跟父母的情緣比較淺 對不對 生父母 有人真的是這樣子 有人說 跟六親比較不會親